30多年了,我家米醋一直不用花钱买 哈喽大家好 今天就来教你们用土方法来做米醋 一大碗白米可以做一大盆 真的简单方便又实用 只要你们学会了这个方法 再也不用去外面买米醋了 我奶奶就一直用这个方法 用了70多年 下面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100克的生大米 这个大米大家可以用天平来给它过一下秤 这样子就会比较标准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大盆 接下来就可以把100克的生大米倒入盆中 加入适量的古老井水把大米埋没 接下来用漂亮的双手把大米淘洗一下 简单的多揉搓几遍 这个大米在晾盒运输的过程中 难免会有灰尘还有杂质 接下来再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洗干净 多冲洗两遍 这样子就特别干净了 这会儿我们再找出一个祖传的漏网 这样子把大米控水滤出来 控了出来之后这样子滤干水分 把它钻进一个大盘中 接下来我们再次双手给它摊平摊开 然后换在旁边备晕 下面我们再准备20克的白糖 大米和白糖的比例是5比1 最好给它秤一下比较标准 也就是说100克的大米要准备20克的白糖 再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大铁锅 锅中倒入我们刚才讨洗干净的大米 只要开中火就能够把大米的水分炒干 这样子这一步很关键 我们在炒大米的过程中时间会有点长 也有点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在炒制的过程中 我们一定不能着急 要有耐心 像这样子用铲子不停的翻炒 不要让它炒糊炒焦 我们再看一下 不会炒大米的朋友可以学一下 用这个方法 现在这个大米已经焦黄了 我大概就炒了15分钟左右了 现在我们可以把家里里面的煤气罩给它关掉 把大米从锅中给它掏出来 接下来再给它倒入一个祖传的大碗中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在锅里面给它放凉 因为炒锅的锅中会有余热 会把大米给它炒糊了 然后我们再找出一双外婆用过 而且比较干燥的筷子 把大米均匀的铺开 这样子的大米会凉快的快一些 视频制作不易 麻烦您点赞转发鼓励支持一下哦 您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感谢你们 我们再来看一下 用苹果 这个苹果非常的鲜甜 我们在这边叫做红苹果 非常的香甜又爽脆 接下来就是从中间给它对半切开 我们只是要半个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了之后 我们再改刀给它剁成大大的小丁 全部剁好了之后 接下来再装进一个小碗中备晕 这后我们再准备一个无油无水的干净大碗 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倒入适量的凉白开 给它淀没 我们这个盆子里面的凉白开 一定要给它放凉搅拌一下 在这里用到的是开水 一定确计不能用自来水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瓶子 这时候我们再另外准备一些我们人都可以喝的高度白酒 像这种白酒就可以了 大概56度 然后给它提起来 放在瓶子里面 充分的搅拌均匀 使劲的多摇晃几下 在瓶子里面使劲的摇晃 然后我们加入了白酒的目的 就是要把瓶子给它消消毒 杀杀菌 这会儿我们炒的大米 我们再看一下 也已经放凉了 然后开始把大米给它钻到瓶子里面来 切记这个瓶子一定要无水无油 一定要切记大米一定也要给它放凉 不然呢 我们在做米粗的过程中 就很容易生花 还会花臭 那样子的米粗就很容易坏掉了 接下来我们再把切好的苹果丁 也全部倒进来 50克的白糖也倒进来 然后再加上我们之前晾凉了之后的凉白开 我们加入了凉白开 这个水一定不能太满 如果你加得太满了 这里面它还要花轿 那很容易把瓶子给它撑开 撑破了 所以我们要给它留个356公分 这一步特别特别的关键 我们在花轿的过程中 就会产生了很多气泡 那接下来再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筷子 把筷子使劲地放到里面 使劲地给它搅动均匀 这样子一定要多搅拌一下 就可以让白糖充分地溶解 搅拌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白糖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用保鲜膜 把这个口全部给它封住 不要留一个气孔 那这样子就能够快速有效地隔绝空气 没有了氧气 让它在里面完全地花酵 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再次我们给它换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在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 我们家的白米醋就这样子晾晒好了 以后我们吃到正宗的白米醋 就再也不用花钱了 这个方法在我们农村 那真的是非常的广泛又实用 像我现在90多岁的老奶奶 还在用这个土方法晾造白醋 味道真的是特别的醇厚又正宗 好了 那今天量制白米醋的方法 你们都学会了吗 我们可以这样子简单给它过滤一下之后 就可以来保存起来了 这样子的白米醋 越放越久越纯香越好喝 用来调换配菜都特别的香 没有好听的语言只有喜欢的文字 喜欢的朋友们多多帮忙点赞转发 这样子就能够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 让更多的朋友来受益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